韩国PK墨西哥或遭遇二连败孙星明男帅太极普突雷 北京时间6月23日23点 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F组第二轮 韩国将对阵墨西哥 从菠菜公司的赔率来看 墨西哥有望击败韩国获得两连胜 首轮比赛中 墨西哥爆冷击败了未免冠军德国队 韩国队则输给了瑞典 面对本组中实力最弱的韩国队 墨西哥肯定希望能够击败对手获得两连胜 而对韩国队来说 如果继续输球显然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首场比赛 韩国队头号球星孙星明状态平平 这场比赛太极虎能否反弹 菠菜公司开出的赔率中 韩国队胜赔5.75 平赔3.75 墨西哥胜赔1.70 显然墨西哥更得看好赢球 比分盘赔率也说明了这一点 墨西哥1比0获胜的赔率5.50 而韩国队1比0获胜的赔率高达11 在进球球员赔率中 孙星明为8.50 落后于埃尔南德斯 多茨桑托斯等墨西哥球员